今天我们接到了一个大客户 余豆那个大傻子 居然要找我们公司装修 那就别怪我 不客气了 我们的通知是 向前看 向前看 我们只要贵的 Hello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余豆姐姐 余豆余豆 散派公司是家黑店 你别去他那里装修 啊 啊 啊 我说的这么贵呢 一个破装修设计图 就让我一百个钻石 咋的了 秋风啦 以后我有钱 我也要开一个家装公司 不就是装修嘛 我自己也会 嘿嘿 不用他们的 以后请教我 余设计师 来吧来吧 先进屋看看缺什么 呃 不得不说 这个屋子确实是有点暗呢 嘿嘿 现在我就拿出我的信光包子 把它充当灯吧 就放在窗户的周围吧 哇塞 一下亮了许多呀 真是经济实惠 好吃不贵呀 哈哈哈哈 一天天就知道吃 呃呃呃呃呃呃呃 然后把剩下的窗户都摆上 我看看效果啊 呃呃 不错不错 我这装修的这不也挺好的吗 挺好个屁 你整这玩意这花啦胡哨的 充满了这浓郁的那个香土气息 啊 倒是挺提气的啊 这这这不好看吗 好看 你这玩意不就是给他 就扣一了再铺个地毯 这不就行了吗 行吧行吧 那我把他们全都扑到地上看看怎么样啊 哎完成了看看成果好像还不错呀 那现在我们就缺一些家具了 呃先做床吧 这次我要做的是公主床 嘿嘿 需要淡蓝色的颜料 白色毛粮和白羊木板 嘿嘿做好了 再做几张沙发 我们开始布置我们的新家了 把公主床摆在这里 这次宇东姐姐可是做了五张床呢 哈哈 这样就可以邀请小伙伴们来我的生存里一起玩啦 哈哈 沙发就放在床的旁边吧 哎对了 我们还可以在房间里面养花呀 宇东姐姐就是这样的热爱生活嘛 就把它养在房间的四个角落里好了 做一个我最喜欢的红色小花盆 然后再放上我最喜欢的灰色龙蛇蓝 嘿嘿 来来来看一眼 简直是完美 有了白羊沙发就得配上白羊桌对吧 把它们放在沙发的前面 现在已经摆放的差不多了 还需要什么呢 总感觉缺点什么 呃哦对了对了 宇东姐这么爱学习的孩子 家里怎么可能没有书归呢 嘿嘿嘿 哎你们什么意思啊 我就是说爱学习嘛 要不然能把家建的这么漂亮吗 对不对 把书柜摆在窗户的下面吧 好啦 现在宇东姐姐家就已经装修完成了 嘿嘿嘿 这不也很漂亮嘛 幸亏没有找反派那个黑信的家装公司 嘿嘿嘿嘿 我真的是太机智了 好了小伙伴们 宇东姐姐的家 还能再放些什么东西作为装饰呢 可快留言告诉我吧 萌新生存力险技 喜欢的小伙伴要记得爱我三连哟 关注评论 转发发爱你萌萌的